张继科事件被曝光后 网友考古金城和张继科的综艺 才发现金城表现相当奇怪 网友还戏称 他把喜欢和不喜欢表达的淋漓尽致 情绪管理绝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金城和张继科都参加过女儿们的恋爱 这个综艺是一个相亲节目 只不过相亲的人是大明星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金城自来鼠主动问张继科 明天准备去哪玩 结果张继科想都不想 把问题丢给了女生 其实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来 张继科在女生面前很狂傲 甚至还有点架子 重点是 即便是约会当天 张继科首先到达了约会地 可他并没有提前做准备 还穿着大裤衩 这似乎就是有点不礼貌了 而金城对他的态度也很随意 大口吃饭大口喝水 完全不顾及自己的淑女形象 就连看着对方的时候 眼睛里也没有笑意 网友还翻出来一个片段 本来金城出去玩心情很好 结果张继科一喊他沉沉 金城微笑的嘴角立马就搭了下去 这表情变换之快 可以看出金城对张继科的不喜 网友纷纷猜测 也许就是因为金城也在娱乐圈里 对张继科的人品早有耳闻 所以才表现得如此嫌弃 金城也很聪明 主动拷问张继科 恋爱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 结果张继科想都没想就回答 信任 张继科这个回答也是非常击贼 言外之意就是 你跟我在一起就必须无条件信任我 更深入思考一下 这不就是POA吗 如果不信任他 就是不爱他了 金城再次询问张继科 对于恋爱相处是什么感觉 张继科换了一个更随意的姿势 表情却有点不带烦 更是答非所问的说 男孩子应该主动一些 金城又问他是否喜欢粘人的女孩子 张继科只说一句 我受不了 这么看来张继科最理想的女友是 不粘着他还得非常信任他 可这样的女孩子 又为什么要跟他恋爱呢 所以经过这些问题之后 金城只给张继科打了60分 勉强及格 这还是金城碍于面子给的分数 金爸爸就更直接了 您打不及格吗 我打了40分吧 很明显对张继科的印象不好 张继科在运动方面 没得说各种荣誉加深 可他在男女情感 人情事故上 似乎还欠成熟 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 如果真跟张继科 这种性格的人恋爱 女生必须得迁就他 才能一直走下去 而金城很清楚 自己要的是什么 所以才会针对性的问问题 果然张继科一下子就暴露了 谢谢大家